杨幂新戏不迪迪丽热巴,只因男主角是周渔民,网友,可惜戏分太少。 杨幂作为迪丽热巴和李希瑞的老板,自然会把优质资源交给自己的艺人,这也是杨幂在娱乐圈做的最成功一点。 不过最近杨幂自己的戏不迪迪丽热巴,仅在豆瓣上被网友打上了3.4分,比迪丽热巴的烈火如歌还是低许多。 看到杨幂自己的戏都不迪迪丽热巴,有些观众直言问题出在了男主角的身上。 杨幂的谈判官可以说是翻译官的续集,而迪丽热巴的烈火如歌完全是一部新戏,再加上杨幂微博粉丝的数量比迪丽热巴多。 这就让一些网友把原因归结到了男主角身上。 杨幂这部戏的男主角是黄子涛,两个人的年龄差距接近7岁,这让一些观众感觉到有点……突兀。 而黄子涛之前的演戏经验不是很足,这也给谈判官带来了很多误判。 其实,抛开杨幂和黄子涛的年龄和演技不谈,黄子涛在这部戏的表现还是值得鼓励的。 之所以杨幂的新戏《布迪丽热巴》,只因男主角周云的戏太好了,就是可惜男主角的戏份太少了,直接被观众评为史上戏份最好的男主角。 要说演戏的经验和演技,迪丽热巴确实不如杨幂的老道,可是却被戏里的男主角给影响了。 周渔民几乎引起了观众的刷屏呼唤,而黄子涛却被观众吐槽成满屏尴尬。 除了两部戏的男主角存在争议之外,杨幂的谈判观确实存在一些不合理,像剧情的设计和人物的关系处理,都让观众看起来有点不顺畅。 其实,像你能你去拍这页抬杠的话,无异于影视剧的健康发展和促进进步。 毕竟只有接受网友的建议和吐槽,下次导演才能知道怎样处理影视剧。 尽管迪利热巴的烈火如歌胜过杨幂的谈判观,但是不得不说这部剧也存在了很大的吐槽点,不过总体而言烈火如歌的前部分还是很好看的。 而迪利热巴在烈火如歌里的人设,也随着剧情的发展越来越不好了,像如歌不顾大局,傻白甜和演技等都受到网友的质疑。 而周渔民在烈火如歌里的人设那么好,导演却硬是让这位男主角去打了酱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